不许抠鼻子文图 英国的托尼罗斯 托尼罗斯 翻译 翻译范晓星 就是那个 Litle Princess 我觉得这是更早期的作品吧 耐力的鼻子长得很好看 他因此赢得了最美鼻子的比赛的冠军 他还因此被选中参加圣诞剧的演出 一起演出的还有唐娜和帕特丽莎 他俩的鼻子也长得特别好看 孩子们不许抠鼻子 老师说 老师老师 耐力大喊 我的手指都卡住了 拔不出来 这 老师想帮耐力把手指头拽出来 可是他拽拽啊 咱们也拽不出来 校长也来帮忙 可是他也拽不出来 卡得死死的 他们只好让耐力回家了 我的手指都卡住了 耐力对弟弟亨利说 我能把他弄出来 亨利说 可是耐力只是一个劲儿的喊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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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拽不出来 我能 亨利说 但他们根本不理这个小弟弟是不是 可是妈妈叫来了医生 我拽不出来 医生说 我能 亨利说 可是医生 叫来了警察 我们也拽不出来 警察说 我能 亨利说 对 你看你都是 可是警察叫来了 魔术师 我也拽不出来 魔术师说 我能 亨利说 可是魔术师 叫来了农夫 我也拽不出来 农夫说 我能 亨利说 可是农夫叫来了消防队 我们也拽不出来 消防员说 我能 亨利说 谁都没办法把耐力的手指弄出来 他的鼻子变 长了 哎呦我天 好痛啊 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能弄出来 亨利说 可是大人们叫来了科学家 别担心 我肯定能成功 科学家说 科学是万能的 科学家量了量 耐力的鼻子 我能弄出来 亨利说 哎 这块应该是 科学家量了量 耐力的鼻子 我能弄出来 亨利说 科学家造了一支火箭 把他绑在耐力的胳膊上 然后他把耐力的腿绑在公园的长椅上 这是要五码分尸 这太吓人了 千万不能这种蛮力 知道吧 莫莲 这本书 哎 有点什么事 还是得问大人 但这本书明显是 好吧 继续继续 你 你是不是看傻了 嗯 然后他把耐力的腿绑在公园的长椅上 我们就刚才读过了 再然后他发射了火箭 天呀 连那 其他人都给带了 可是耐力的手指还是卡得死死的 我能弄出来 亨利说 那你就试试吧 老师 妈妈 医生 警察 魔主师 农夫 消防员和科学家 一起说 于是 亨利给耐力 挠起了痒痒 咯启咯启 他成功了 咯启咯启 咯启 咯启 好 咯 嗯哼 希望刚才开始阅读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开始 Peace 感谢观看